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日本在东南亚拉拢两个新华国家,不料新加坡却对华效忠,恐怕谁也不会想到,新加坡这么快就成为雪中送炭的伙伴。 4月8日,中新两国签署了在带路倡议下扩大合作的备忘录,双方将共同参与亚洲的基建项目,抓住亚洲的巨大需求,将带路倡议与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接,共同推动南向通道的建设,巩固合作机制,实现多赢。 按照备忘录,双方将选定能够合作的第三国项目和市场,为双方企业创造获利共赢的平台,不断增加共同参与的项目。 新加坡方面承诺发挥其人才优势,在法律和金融方面提供协助,解决融资困难和相关争端。 而就在2017年5月,带路倡议首次国际会议上,却没有李显龙的身影,也传出了新加坡对此时消极态度的讯息。 不过这次李显龙亲口否认了这些传闻,他强调,新加坡是最早支持带路倡议的国家之一,也是这一倡议坚定的支持者。 他还将在天涯海角的论坛上发表演说,阐述带路倡议,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,鉴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又引发危机的可能。 新加坡明确表示,支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拥护多边贸易体系,坚决维护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。 李显龙还对扩大开放的举措表示赞赏,认为这将会及亚洲多国,并给予高度评价,大国加入WTO令全世界受益,与一年前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期相比。 如今的新加坡显的既实食物,又雪中送炭,作为收获,李显龙在华获得一个可以对外选择。